大家好 最近国内热影的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 《长津湖战役》竟然引起了德国媒体的关注 今天翻译出来 让各位了解一下 德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派的这部电影的 中国最昂贵的电影 如同向美国宣战 中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电影 是一场针对美国的三小时宣传战 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长津湖战役》 打破了所有记录 就制作水平而言 它是最高标准的 就内容而言 审查员一定不会放过每个字 北京中国最新的大片中 充斥着令人不安的场景 但有一个场景特别让观众血脉喷张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 大部分是自愿应征的农民 为即将到来的与技术优越的 美国军队的战斗做准备时 其中一个主角问道 我必须杀死多少美国人才能成为英雄 两个 他的上司委婉地回答道 再加个零 人们可能会认为 这只是爆米花类型的产品 但这对历史战争片 《长津湖战役》来说并不公平 毕竟它的估计成本为2亿美元 不仅是该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 最昂贵的作品 这部电影也主要由国家和军方资助 而且是在世界两个大国之间的实际战争 似乎又可以想象的时候上映的 远超出充满疑问的信息 情节很快就讲完了 《长津湖战役》的背景是朝鲜战争 1950年到1953年 但真实的背景完全作为宣传背景 令人惊讶的是 在近三小时的时间里 没有出现一个朝鲜人 无论是来自北方的还是南方的 相反这场历史战役主要被用作借口 让反美情绪在近三小时内沸腾起来 这几乎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集团军 确实迫使技术上具有巨大优势的 美国军队撤退 但最终远超过5万中国人在冲突中死亡 包括近3万名因两位数的零下气温 而死于寒冷的人 然而这恰恰是导演们巧妙的 把它变成一种英雄行为 影片的基本信息是 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好事 这显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很受欢迎 看到志愿军在长津湖被冻死 而继续保持攻击姿态 令人印象深刻 我忍不住一直在哭 但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泪流满面 另一位说 电影打破票房记录 票房销售也表明 这部大片正在冲击中国人的时代潮流 5天后该片的总票房已经超过3.1亿美元 据党报环球时报报道 该片在首日打破了10项票房记录 包括首映当日的最高票房 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 好莱坞在其历史上 也曾一次又一次的拍摄过美化战争的大片 其中的历史对手被以法西斯的方式非人化 《兰博》系列的续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或者麦克尔贝的灾难性珍珠港2001年 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即使是街头音乐人 每首歌都要事先得到文化局的批准 史上最昂贵的电影的每一句话都被一一审查 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电影制片人解释了审查制度 在国家元首习近平领导下的运作方式 当我们创作内容时 总有一个办公室可以下令修改剧本和重拍 甚至取消整个项目 关于我们的故事中不允许展示什么 有极其多的规则 尽管有自我批评的内部观点 但需要指出的是 在美国留学的他认为 《长津湖战役》是成功的 一部历史电影必须始终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 也要复合政府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它应该加强民族自信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 这一点确实已经实现了 而且是在最高的制作水平上 与陈凯歌《霸玩别姬》 徐克和林丹丹一起 中国电影人中的精英们坐在了导演的位置上 他们都在2000年代的 盖纳电影节和力度电影节上被追捧 最后《长津湖战役》 是中国人在经济上的一次实力展示 毕竟好莱坞多年来一直在改变其剧本 以避免激怒中国审查人员 例如在《天降横财》中 詹姆斯·邦德与亚洲人打斗的场面被剪掉了 而在《钢铁侠3》中 原来的反派被改变 任何批评无论多么微妙 都可能导致在人民共和国 被拒绝发放许可证 另一方面 中国的制片人不必在意任何问题 因为自去年以来 中国的电影市场 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 而电影出口无足轻重 也许这至少仍然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想法 凭借《长津湖战役》这样的作品 无助于中国在国际上推广它的软实力 文化收出的高手是一个小邻国 韩国多年了一直在创造电影 系列片和流行音乐 这些作品在世界各地被热情的消费 目前最成功的流媒体聚集 《鱿鱼游戏》也来自韩国 由美国Netflix制作 这是德国编辑部网络 有线公司的报道 他们的观点属于德国媒体中 是较为中立的 不止各位对这家德国媒体 对这部中国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的解读 有什么看法 接下来我想发表一下本人一些想法 某党的宣传还是很厉害的 我觉得这是在为武统台湾做铺垫 毕竟台湾方面从各方面入手 在一步步走向实质台独 特别在军构上手笔越来越大 看看今日灯塔国违反核扩散 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就知道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任何手段都不是问题 很有可能某天他会暗地里 帮助台湾拥有核武器 那样的话越往后拖 统一的代价就越高 台湾越来越变成中国复兴路上的绊脚石 这块又臭又硬的绊脚石 必须择日解决 目前看来核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么中国中央政府只能做最坏的打算 以武逼通 最近西方多国三艘航母 17艘军舰在南海搞所谓的军演 中国派出战机 西方媒体却对自己军事挑衅行为 只字不提 也对台湾方面划定的航空识别区 也包括大陆的福建及浙江省 也被换入台湾航空识别区 也只字不提 只大肆报道中国大陆的军机频频起飞 是武力挑衅台湾 这是给西方民众洗脑 挑起对中国的仇恨 目前最担心的估计是蔡英文集团 一旦大陆启动统一程序 他不是小病不保 就是只能跑路 所以近日美国让他在美国的媒体上发表他的讲话 叫嚣说一旦统一台湾 将会对中国有灾难性的后果 一副血氧自重的怂毙样 不过这正好说明了他的恐惧 他的心虚 而中国方面为了形成全民共识 也是为了提醒美国 中国人不惧怕武装到压迟的美国 当年小米加步枪把你拥有现代化武器的美国 还不是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德国媒体的解读说长津湖战役 像是对美国的宣战也不无道理 这部电影可能有警告美国的意思 同时也激起全体中国人 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及坚强意志 虽然在海外看不到这部电影 但那么多大咖导演票房如此之好 估计有他的道理 总之这个时间点播放这部电影不能说是偶然 今后从目前的情势来看 美国的战略重心应该是放在南海 中国人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好 今天话题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